那我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今天的这场比赛 比赛的停录是 正方 梁山导汉应接受早安 反方 梁山导汉不应接受早安 我重录 比赛的停录是 正方 梁山导汉应接受早安 反方 梁山导汉不应接受早安 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 有请正方一边引不到讲台 您的生日时间为4分钟 即时将会有您开口半样的开始计算 有请 县主席 大家好 有人说一部120回的水谷传 前80回是喜剧 梁山导汉越打越多 终于堂前台座子 后40回是悲剧 真梁国真方辣 梁山导汉越打越少 其中的转折点 接受早安因此多有正义 这才有了我们今天这场讨论 梁山导汉是否应该接受早安 我方认为梁山导汉应该接受早安 因为这是梁山导汉生存的必须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就必须知道梁山导汉生存的条件 以及他们可以选择的生存策略 我方将分析这两个方面 并重复得出 接受着暗示梁山导汉生存的唯一出路 首先从生存条件看 梁山导汉中国山东 临冲雪月上梁山导汉写道 没有耕地 梁山导汉的头领从王文朝盖到宋江 兵马规模逐渐扩大到10万人 而在这没有耕地条件的八百里水果 如何养活这10万人 就成为了白在宋江的梁山导汉面前 实实在在的问题 这想法他们一不耕作 二不尽商 他们获得生存资源 钱财和梁山的主要方式 就是抢劫不往的伤口 以及周边的周固均线 当这种杀鸡渠染的生存方式 和越来越严重的生存压力 发生冲突的时候 梁山导汉们就必须面临选择 其次我们来看 梁山导汉们可以选择的生存策略 我方认为 无非可以归纳为三条道路 造反 割据和照安 我们一条条来看 首先是造反 这是一条风险最高 收益也最大的道路 梁山导汉里会救世过 你们皇帝信送 我大哥也信送 你做的皇帝 骗我哥哥就做不到皇帝 那么造反 有没有可能成功呢 很厉害 绝无可能 被宋王朝此时国家富足 人民安居乐业 宋费宗时国家收入 每年一亿贯 相当于今天的300亿人民币 36亿美元 可谓是当时签下第一复国 虽有官员探藏王法 却没有任何名不了身的记录 这样的太平盛事 如果老老 老百姓还给你做做 shuttle的银身 那他一定是脑子精髓的吧 况且 宋长开国之间 遗传了八代房地 民信归附 所以造反 绝不会成功 只是死路一条 那么造反过程 割据有没有可能成功呢 不好意思 也没有可能 要想割据成功 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守得住和有钱量 那这两个条件 对梁山好话来说 却是矛盾的 按照北宋 对于士兵的史料统计 每人每天的口量标准是两生米或一生买 马匹一千两生骨子 按照这个标准计算 梁山十万人的规模 一年下来 过粮食一样就需要三十六万五千蛋白 七万三千蛋骨子 按照宋朝的农业生产能力 需要三十二万平凡公里的土地 两百万人回来养活 如果要给梁山的士兵 按照宋朝标准发黄军饷 开支将达到六百万万 接近到年 这组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对自身生产能力严重匮乏 发财基本上抢的梁山好汉 来说这无意识天文数字 很显然 梁山能够在宋王朝的眼皮底下生存 靠的就是八百里水波的提醒优势 一旦握了获得钱财而扩张抵财 势必招来朝军当局的脚灭 因此梁山的割据制度 根本解决不了守得住和有钱量之一 根本矛盾 因此割据就是做吃山空 也不可行 由此我们发现 接受扎安是梁山好汉唯一的生路 接受扎安 其得到了身份上的合法性 也解决了好汉和军队的企业量 等后期保障问题 这要为征讨梁国成为国家共良 和民族英雄铺贫的道路 我方二变将进一步 对梁山好汉接受扎安之后的道路 进行阐述 谢谢大家 我方二变将进行阐运 请满方二变上台视频 16点2分钟 谢谢你对方学员你好 你好 你能看到最后一个费酒告诉我们 今天因为它是悲剧 所以我们才谈判不应该对吧 因为你俩三好 它们最后是讲远剧 所以我们在谈判不应该 他们要找什么 我听不懂 是 因为他们的背景 告诉我们因为他们的结果 不放线会stage 他们直接存在一个整体 所以我们才要因不应该 今天跳过这个病例 坦诚意 谈判不应该 是 OK好 所以我们打成第一个空学 今天 所以对方学 待会如果你知道他们早上 有可能会出现 有好的可能 有好的解决 或者是坏决 这个错吧 不能成立 再来我们来谈一下 今天如果 这次代表他们 如果表达出来有中意价值的话 我们就应该 我们讲今天如果这个水武装能够表达中医价值就应该到 所以那两问题今天屈原投降 他能够表达爱国几生等同意他应该投降吗 不等同意 所以看到吗 如果不是今天代表这个水武装带来中医的价值 或者是有任何的正面价值代表他们应该到 这样的不正面是不能成立的 再来就是告诉我今天 因为他们只有这一条路可以选 所以他们应该招安 所以如果今天我方能够认证他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的话 他们就不应该招安 对 好 再来我们来达成第三个构识 今天中医之心不代表只能够表达在行动上 就比如说今天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关于是个中医知识对吧 关于 对 所以关于是个中医知识 可是之前关于他还是同样的他归降和曹操 为什么我们还说关于是个中医知识呢 就是因为他的中医在于行动 不是在于行动上 那他这个中医也得通过行动表达出来 对 可是他今天只是要归降和曹操 背叛了刘备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还说他是个中医知识 是因为他中医在于他的行动 但是他太简直了有点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赚达来的程度 赚达来的程度赚达来的程度 赚达来的程度 再来 我们赚达来的程度 时间为十分钟 其实交予应应该给我拐货 开始刷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好 今天整个开门 我们可以看到他有没有在谈券 两上好 应不应该是个招案 这个资商是没有建立在两上好汉 本医院跟当时社会 背景底下的前提 三个月是出公一切的 时代背景来谈论 至于我们现在的角度 现代人的角度来看 当初他们利益到底 何者跟当话 并完全没有讨论 两上好汉到底会不会选择 那医院处在于 处在于处理 处在没有讨论 充其量直接 让我们的角度去抨击 他们的选择 而无法 在这个可行里面 因为两上好汉 本身的最大核心价值 就是铲除兼臣 在背后今天把两上好汉 最大的本的组合思想 变成狗血头神 因此我好像说 在背后今天讨论 不具备是起义 回来 回到国防今天的立场 现在两上好汉 基础招案指的是 中国四大民族 水谷专理 两上好汉 108位首领 基础招案 赵虎 送回宋帮宋子 设计他们的罪名 另把他们的说 编入朝廷的故事情节 两上108位领事 被朝廷章后 首先被派前 水谷拼定外观 回朝之时 只剩下36人 其余战士沙场 水谷招最终于 宋江离鬼 挺毒酒被嗨 不用华容 则致意于宋江粉钱 而宋徽中 最高群羊 简直过不良较之为 水谷回拉下落幕 水谷招成出的 梁三好汉的忠义之行 与替天行道的仗义之举 最终梁三国一感人 却以夹悲剧告终 正因为今天毒舍认为的 两忠义之人物 最终却得到 无此可别下场 所以今次今月才出现了 梁三好汉当初 应不应该接受招案的 争议话题 倘若随不在乎中 最终圆满解决化 但接受招案秩序 自然互无妥当了 也不具备其 争议性与讨论空间了 因此我方今天认为 讨论梁三好汉 与否接受招案 必须在外人的角度来 讨论到底梁三好汉 所做出的决定 再了解其所承担 或不或不大的时不值得 因此在我方的路阵 接受招案不议其 结果意义达成真理 我方便能成立 我方为此开出两大路点 一梁三好汉接受招案 承认并服从贪官当道的 苦外体制 不但补上了过人的心理 不让了未来解决 国家内患的任何条件 与可能性 政府还无法不苦外 传递带来任何证明意义 因此不值得 水谷汉学别故事主族 离不开体现 宋朝光毕明凡的社会精神 与现象 其中包括梁武汉山好汉 芳辣 铁湖 黄庆等等 在水谷砖里 建生当道社会通缉 各地起立军 纷纷决起抵抗腐败朝廷 换句话说 起立军纷纷决起 充其量时 曹武平 曹刚不振的直接结果 并不是当时宋朝衰败的根本原因 而在原著小说里 梁三好遗众而把对话里 言论窒息 国家的最大问题 来自于内部的坚诚难道 因为坚诚难道 亦成曹刚不振 因为曹正衰败 而造成国家内部实力积弱 民不聊生 在关闭民凡的同时 因为本身的积弱 而加上了外在情愿 所随患 如此可见 梁三好汉接受招案 的确剿灭了 防烂体真透的凉剥 但国家腹败的根属云 问题却完全留白 而梁三好汉 只是表达资本的举动 所付出代价 却是牺牲了梁三过半 所心理的资源 还断送了长期改革 朝经打击建成的条件 因此接受招案 但无法对症下药 反而还抹杀了其他 产逐建成的可能性 因此不值得 二 梁三好汉接受招案 屈服于腐败体之下 退而求其次 只争取解决万万 语呼狗血投身 放任朝内建成同行的问题 背弃了产逐建成中心思想 在精神思想层层面上 做出了不可理于的 退让力的妥协 因此不值得 梁三好汉本来对待 贪官物理保持着 极度震奔的态度 但为了解除招案 但放逐建成的高求 讨好贪官物理 更为莫利物潮中 忠诚素态位 运用慧悟手段 以途径更取宝招案 在梁三好汉对抗 奸臣的核心思想上 一战会乱一件 朱建宇原意被盗而死 达着替天行道 抢朱奸臣的名号 梁三好汉却最终 因为几乎几乎沦落的 沦落的屈膝与奸臣小校 纵使获得了名正言术的地位 但却掛收了梁三好汉的反弹价实 未名利而弃思想 我刚认为梁三好汉 急功求力的态度的做法 渡让了所有的初衷 于是更激思想因此不值得 众算所述 我们是在产球阶层 辅度潮的战略 毫无成果 还是在梁三好汉的核心思想上的推让 梁三好汉接受小汉的决定都不值得 因此梁三好汉 应该接受小汉 谢谢 谢谢 我有点顾客 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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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嘉宾 您真的看到这里吗 是我真的看了 它好 我为什么招依兼适合的悲剧 为什么招依兼斗胜 腐败足夺 是因为是会这样写的吗 可是我常想说 按明方讨论 今天我讨论赵胀是为了头戒脱身 那 你解取脱身 你有这证据吗 因为明方说明方说 明方说什么 明方说什么 我没有想说 那是我真错的 对不起 那所以這就不成立對不對 沒有啊 他們在生效 好好好 那我想問您 您今天會介紹專案 您是準備要造訪還是要割據呢 對啊 在當時局勢的時候 我方認為暗幣不動是民選的 因為現在駐假狀的時候 我會看到還有三次五連兩次 所以公司要割據在兩次 在這塊次 這方圍網是嗎 對不對我認為它有許多可能性 可是絕對不找案 那您其實是必要 對不對 他們可以在等待之後 你後面為調 您知道落後的商量怎麼辦 對不對 因為我方想要說的 當純只是 撇除了這個可能性 好 它其實有許多可能性 它可以得到 有許多可能性 那個人要給我解釋嗎 對不對 我們看後來其實只有三條五照反 規矩和照案 您既然做照案 能離開出牌嗎 我覺得當純引發的角度 來實施當事局 是非常不全面的 所以您一定要撬出去去看這個角度 不是我方只是想要說當真正 你當法說的真正點開 對不對 對 那您是什麼意思 我方只是想說 今天以我們現代人的角度來去看的話 你無法思想當事 歷史推行一下 到底無任何解決 另方 冒冒然 做出一個定路 我方仍然不合理 那您指令你會決定 你也沒有什麼實力 我要決定 可是都要沒有免檔 哦 好 您指令 我認為其實在遼頌這些方難 等等格局的底下 但是打療法 是已經招案了 還沒招案 所以我還說在 Wi-Fi實力有很多的情況之下 送草 真的招案 真的招案 那打療從方難以後 他們已經可以招案了 是啊 我意思是說方難 他們沒有接觸 所以這個Wi-Fi的隱患 造成了送草 不會冒人來 跟我們打涼山啊 但是 為什麼 但是梁山兵覺得他厲害 好 好 好 謝謝正方三遍 接下來 請正方二遍 時間為十二分鐘 其實將雲林開口辦公 開始算 謝謝主席 大家好 我歡迎練到 過分是梁山好孩的生存條件 和生存策略 得出的接受招案 是梁山好孩生存的唯一出路 但水虎戰的結局 畢竟很悲慘 梁山好孩死的死 走的走 宋江最後也被奸成了獨九太子 這就讓很多人以為 這都是招案的錯 這首招案是相當於落到了奸臣的手上 人為刀蘇我為魚肉 但在我們仔細研究文本 就會發現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 事實上 梁山好孩完全有機會 也有能力把握自己的命令 下面我就為大家信息到來 首先 梁山好孩接受招案之後 打的第一仗是真遼國 這一仗 梁山好孩不僅大破遼國軍隊 並且進出收服中的宋朝夢寐 走的燕雲十六鐘 各位可能不理解 這塊土地對於中原王朝的意義 燕雲十六州 自五代十國時期被漢奸 而皇帝石敬堂出賣給遼國 就成為天下宋人和宋朝的一代皇帝心中的痛 正是因為失去了燕雲十六州 這塊北方盛產駒馬的基地 北宋就不可能像漢朝一樣 固執自己的騎兵部隊 來和游戶民族抗爭 所以北宋面對外敵入侵 只能無可奈何 失去滑北 意味著宋代對於 火庸民族最強大的挑戰 長城拱手相讓 這塊土地在歷史上知道 主人當時期才被收回 所以我們看到 現在的長城是明朝修建的 正是收回燕雲十六州 才使得漢民族重新有了皇域的主重權 才有了寧王朝軍王死射忌 天子守國門的氣概 收服燕雲十六州 是大宋王朝百十年來的夢想 梁山好漢憑藉其對遼國的勝利 足以與楊家講略 並稱為宋朝的民族英雄 梁山好漢之所以最後失敗 並不是因為他們接受了招安 而是因為他們在接受招安之後 放鬆了對堅持的警惕 因此當梁山好漢帶著真良的大聖 砍旋的時候 他們來到他們命運的又一個十字路口 上一次他們正確地選擇了招安 從而獲得了生存 而這一次梁山好漢的機會在於 當皇帝為他們的戰功 射宴封上的時候 他們應該趁機殺掉高球 採定統冠楊簡這四個奸臣 即我們同場所說的清君策 梁山多武功高強 身手敏捷之勢 當一個鋪頭領律麒麒麟 吳俊毅便是個一等級的劍客 先殺奸臣在小皇帝請罪 以梁山好漢真條的戰功為王 宋徽宗當然不夠為自己 背上一個殺忠臣的惡名 所以清君策一旦成功 便是功在設計的功補之城 失敗了 也是為國除奸而死 轟轟烈烈 無論成敗 都無愧於他們替天行道的人生價值 謝謝大家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大家好 今天董東同學來整篇港裏面去告訴我們說 因為他大破了活 所以他被早安是帶來好的精神 我們應該可以找對不對 是這樣嗎 不 我當大破了活 對 好 段同學想請問你 為什麼梁山不可以在體制外的朝廷合作破了活 他們是流口 朝廷和教育他們 他們怎麼和朝廷合作呢 段同學 你看今天跟中國的國民黨制裁的時候 也是跟這個共產黨核點打發的 然後段同學共產黨就收 就被國民黨收復了嗎 共產黨怎麼會被國民黨收復了 對 所以段同學同樣在體制外的合作不代表我們要收復了 段同學想請問你第二個問題 段同學這件事告訴我說 今天這個梁山可以進去 然後再下間城來打擊我嗎 段同學你告訴我 段同學 段同學 這件事你告訴我說 我進朝廷 我打敗了 我還可以殺間城 一個一個殺 不是 我只是在他們攻場的時候 段同學肯定會在 然後盧俊 盧俊是個一等一的號碗 我們可以直接殺 重拘肯定在門外 這次我們肯定得殺 對不對 段同學 段同學 你告訴我們時候 經濟要公平 一個人的殺計算 段同學想請問你 當你是攻打 你倆法拉波斯 七十塊 段同學還有多少 我根本可以 這瘋了 是打了 我之後的事你不能付出的吧 啊 我可以的 段同學好 段同學想請問你 我經濟的時候 段同學新大計算 指手之前 我不要講他親民殺他們 什麼 四大計算是指手 指手 我早天皇帝老師 他媽媽 你殺他你也要死的同學 段同學 你這樣那麼親民也是可以殺到 但是我們 這就好像你還是殺總統 你怎樣可以殺到總統 我為什麼要殺總統 我自己人是堅持的 我自己人是堅持的 段同學 段同學 你太容易教他你殺人家的手下 段同學 段同學你都自己有看 你要怎樣殺手下 段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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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告訴我 但我自己沒有評論 大概是要醜你 我對陪天交給你 我肯定男方 謝謝 只是因为他们要为民族 他们要为了国家清除了奸臣 这是他们的中心 而不是为了攻打了我 就算今天他们被逼于决定 如果他们今天被逼于决定 逼于无奈而去招案的话 我方能够理解也能够承认 可是今天他分析当下 就是被逼于无奈 没有路选择而投靠朝廷的吗 不是的 当下他们还可以在两三个住手三五年 而在这个期间他们可以准备好我们的决定 而且他们的粮食不会受问题 因为他们进行打下一个住家庭 就会存在三五年的粮食后 他们另外他们也可以打下其他家庭 所以粮食不提不成问题 再来我们三 他们不管是两三名同胖 两名高出也好 这边他们本身其实是有军事实力的 他们是可以反贪过的 可是今天他们为了存活 为了只是一个身份一个名利 他们的手气是他们的反贪价值 到最后这个反贪价值我们换来是什么 我们看到结局是悲哀的 因为这个结局悲哀 本来如果他们今天他们进去了 他们至少有小人的一点点反贪的事情 我们会讲他们值得 可是当他们受下108条好汉 当他们看到他们同生共死 风化那样的兄弟 适合陪你的时候 到最后结果是没有任何改变 面对反贪这个事情 他们没有做出任何改变 只是真来个疗我 抱上他的名义而已 而他们真正的价值 背道而求说 我们反好说他们不值得的 现在对方传言刚才告诉我们 他们存活这个东西 是他们同且同生的概念 就是告诉我们 其实今天他们为了存活 他们可以舍弃自己本来的利益 可以舍弃自己本来的尊严 可是我们看到我们 我们一直来 提债是一种的价值 舍生而取义 我们生命不重要 我们至少没有有这些意念 至少我们不会为了招案而去买头 今天他们 而且更何况 今天他们为了招案 他们出处怎样去取功 他们今天为了招案 他们贿赂 他们贿赂 他们把他抓起来的高求 这个贪官 他们放走招牛 他们贿赂 他们为了招案 他们贿赂 他们贿赂出态位 让他在皇上 皇上月前可以每人让他们招案 他们为了招案 做出了这种反抗 本来他们应该是反抗 可是他们做出了同样 贪护这种的举动的时候 我们说他们为了招案 为了自己的存活 为了自己的身份 他们就是违背这样子的东西 但是我们应该提倡了这样子 不应该 刚刚后这个价值道 有一个很多道的结果 并没有得到相应的代价 跟结果没有相应的时候 我们说他们不值的 所以对方全面很高 我可以从这个论子不来赖 这也不能再谈 再来 你把他刚才二边有跟我们讲过 其实他们今天正讨的方拉 是非常爆笑的朝廷 可是正讨的方拉正讨的两国 可是既然方拉 他们同样是被贪官并民法的 他们同样是农民起义 同样作为雅三国农民起义 同样是被他帮所局势手臂的时候 为什么他们可以自己起手杀子 现在同样农民起义 请正讨的方拉正讨论 请正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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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梁慎集团 是一个 土匪集团 你知道吗 我知道他是土匪 可是土匪还有他们的总是压子在 说的 为了生存 他们放弃了尊严 我想请了他们招安之后 就变成了梁庭命官 和他们本来的土匪 明明是上了一个老子 他们是哪里放弃了尊严 他放弃要过来 反他的尊严 本来就不是为了名 为了尊严严 为尊严严严 为尊严严严 为尊严严严严 那我现在问你 你们手术的放弃了利益 他们又是放弃了什么利益 反弹价值啊 这是他们的宗旨 什么价值 反弹价值 本来就是为了铲除尊严 叫利益而在 尊严严严严严 替天醒导的命 那你不是说为了 为了铲除尊严严 他们是为了治疗国 他们不是为了治疗国 他们是 他们之所以上梁严严严 是因为好像被坦哥逼上去 然后就停止讲上梁严严的 好好好 所以好像是痛恨减重 我刚才写的这个例子说 说我们的 为什么梁严严 还不可以和朝廷合作 一起去共打 去共打别的地方 是吗 是 你还说把我们的共产党 和国民党比喻了起来 是吗 那我想起来 当时梁严严严是一个土匪 当时的 就是说宋朝是一个 是一个朝廷 你是怎么把 你是想要把国民党 你做一个土匪 你要吗 他们今天 今天梁严严严严 跟朝廷是对着钢的 跟共产党和国民党 一样已经对着钢 但是我们面对同样的 共产党和国民党 他们都是一个政府 他们并不是一个土匪 而且 对方同学 你知道我们今天 梁严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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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年的粮食是这样的 对 你知道 kolaba10万人1年 1年下来就光粮食 需要365,000卷卖吗 3,5年 3,5年来一个村落的粮食 怎么可能比得上 10万人1年下来的粮食 中文件告诉我们有很多种可能性要站在后人视角来看了吧 但是我们在后人视角来看 我觉得梁山好汉并没有苟且斗争也没有苟苟腐败 不然怎么会真方那达到只有15个人呢 而且您要说的话真了果是为民族大义 真方那它是为了国家的统一 您哪来的说苟且斗争他人腐败呢 然后再来看 对方刚才跟我们说有很多可能性 然后他没有说应该想方那像天国那样割据一方 这不就是割据吗 您国际上怎么又出现错误呢 又跟我们说一开始对方二变在我们反方一变事情的时候说 说共产党像 共产党跟国民党非常像 那难道共产党就跟梁山是完全一样的吗 难道您的意思是梁山这种独费就等于共产党的吗 我实在是无法接受 然后再来看对方无法格局承诺的理由 我方一面已经讲到 梁山好汉每年需要耗费很多粮制 因为他们有十万人口 而根据我方统计这里有非常多的证据可以证明 一年之内他们光粮食以下就需要基本的是三十六万五千代卖 差不多如果按照宋朝当时国力来算的话 他需要的土地是三十二万平方公里 相当于一个多一点的台湾 您告诉我就是梁山好汉 而且需要两百万的人口哦 您的意思就是告诉我梁山好汉需要打这么大的土地 对吗 但是问题是有这么大的土地它是如何守住的 当年梁山好汉被八十万进军包围在梁山上的时候 还是凭着梁山水库的地力 才勉强守住了一小部分进军的攻击 现在他们大大慌慌地走出去走到山东土地上 还要割去土地 可能到宋朝的军队都是脑子清楚的吗 而且你走出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您有了这么多土地 但是我们一遍也说到 北宋王朝的时候国台民安 虽然有贪欧腐败 但是人民人家生活得非常安享 吃得起饭吃得饱饭的 为什么百姓要冒着掉脑袋的风险 跟着您做这样风险很大的收益呢 这个是要杀身的事情 然后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还要向我们证明一下 老百姓是如何帮助您的 然后再来看对方便有 对方刚才跟我们说 我们会站在很多人视角 还有量参好看如何如何成功 这对方便有何认为 您并没有向我们完全解释 最后一面说您会在 后面跟我们解释的 我也没有通道 希望这方参见能够向我们解释一下 然后我们刚才的二面非常明确地讲述了 清金策是有非常好的意义的 它也是可以出较坚持的 而且根据他们作为流口 作为歌曲地的土方王来看 他们造反 就是前者就是为反贼 而后者清金策成功了 就是英雄和忠臣 而失败也会名流轻视 以起您作为一个歌曲的藩王 哪怕是死了 也是天壤之别 所以我很期待这方便 在自由列中向我阐述凌方的那个好处 它为什么能够大过五方交安的好处 谢谢啊 谢谢各方上便 请留步 请晚方一遍上台秩序 16月2分钟 对 好 现在我请问你在原文字里面啊 就是我所作者里面的描述 这话呢 不是清洁 请问就是方拉与 凝入你了十余州的农民一起习呢 嗯 方拉习是汇聚了十多个州的势力一起习的呢 对吗 啊 对啊 下面我想要请问你 如果就是敏顾了州 为什么这十多州的农民 会叫做无聊 所以一个方拉 去放弃阿姆的日子来过这种 不要找日子呢 为什么 嗯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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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清楚 没有吧 那代表 这时我已经来到文阳拉习 知道你不肯成是什么的 代表 我已告诉你 那十余州的农民 不是哪只精神去彌中与方的 是一个方向吗 为什么他不能精神去彌中的 对啊 对啊 但我看下一个例子 代表我们今也是原住所说 原住里面是有说 两岛和安大和居家庄公 宋江西国所说 可以顶三到五年的良心 对吗 他有這麼說嗎? 對,但是... 好,這裏白,是裏白的時候裏白 就是作者自己的設定,其中邏輯關係 我方...我方...得了解 哦,他也是誇張 因為我方便就是誇張 老師,老師,老師 你好,因為我並沒有... 我並不是作者啦,是作者的設定底下 教授也穿在那邊 作者都沒有說不招案 就是書裡就已經寫了招案 教授教授 教授教授,你越在當初的背景底下 三到五年這樣說,確實能得 這裏是證明的,一直在做的事情之前 代表在... 原來現在還有其他家庭嗎? 哦... 代表先是告訴我幾天他們 經過少年過其他人想要剿面建成,對嗎? 啊,對,當然是 請問他們有沒有一次機會可以剿面 告訴我,不是要去放手的 圓柱頂,有嗎? 好的,我們看下一個問題 代表先在圓柱頂面,他們進入朝頂中 針對為何找剿面建成做為玩意嗎? 哪裡? 呃,我是認為他們有機會 但是他們因為... 所以是有機會,可是你們都會有看到 整個是有機會,整個整個 推論模式底下是完全無視於當事 量上他的醫院,有任何人得的 抽空協議,還是自選水抽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大家好,今天我發現解釋 下一個人要付出國民黨 其實我還要表示,不是 共產黨是一個土匪 可是現在我看到兩種是抵對狀態的時候 那時候對國民黨來說 共產黨也是一個獨立 他那時候對國民黨來說 共產黨也是一個獨立 就可以看到獎勢是有多抗 這個共產黨 所以最後怎樣 他們要為了外敵 為了國際 他們還是可以聯合在一起 抗敵的時候 我方說今天 就算我們兩三不維持球圈 只想見貪官修復 就慰入貪官 為了得到見良識的情況底下 我方也是可以跟朝廷合作 去場情聊過 並不像對同學所說一樣 一定要維持球圈 一定要慰入貪官 一定要放定自己的身份 進到朝廷過 我們才可以做到這些 對同學所說 愛我愛你的事情 再跟同學質疑我方 為什麼我方今天有招愛 因為他那麼安穩的路不需要 還要做那麼危險的事情 對同學我方今天就說 為什麼會有良心 為什麼會有放大這些情況出現 就是因為在當時 這整個故事背景 就是一個關閉民法 很多地方都關閉民法 這樣放大 對他可能他不是一個農民 可是他就是 即將是多重的農民 但不然如果是一些農民 不是真的是被逼到絕境 但不然不然不然 不然說什麼 他不真是有那麼得口 每人去跟人家打架 每人去搶架的東西 他配上自己的性命 然後說了一個好像很好玩的事情 對同學是不可能 所以我方有邏輯 不用是告訴你 但是確實是這個情況 是關閉民法的情況之下 才會有這個現象出現 在對同學 在質疑我方 其實對同學質疑我方 是對同學我方後路在你 我方準備就是讓民方交代了 現在打算不出這樣 就可以撐三大五年的情況下 既然我們裡面有 無庸之多心 我們有公孫上 還有神經都失去 對同學 對同學如果他們真的無法生存 請問如果他們在兩層上面 生存十多年 對同學他們生存了十多年 對同學要問我 對同學請問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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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同學做安科好 我發現 在民法打的是一個價值 我發現 對同學這個 主面檔裡面最大的價值 就告訴我們說 因為它的肚子 它沒有辦法 所以它應該長 所以我們今天看應該長 是用對的手法嗎 他們做了道具 或者把他放回去 讓他在晚上面前 每言幾句 他們去回路 不输他 因为他在皇上面前连几句 彦琴 因为你一时时喜欢彦琴 所以彦琴就是一耳一时 贵入耳一时 带他去见皇上 对不起 请问了 在这打这种反判名号的这个梁霞好判里面 他们都说的是好判 现在他们为不了自己的反判价值 去说这种贵入的事情 对不起 难道这些是对的吗 所以我关键就告诉你说 今天梁霞 他不认为他看到草云这种方式不对 因为他为了值得借食物 在有其他情况下也可以做到的事情之下 他违反了自己的良心 违反了自己的本意 为了自己的宗旨 就说在这些时刻 我们刚刚说这是不值得了 在那或许请问他们在进入招 如果做到的是什么 那后去他们什么都没有抓 在打击人家 他们死了70多块 下20多块的猴子 虽然或许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到的情况下 请问他们带点 或是他们带来的假 是什么他们死的有意义吗 谢谢 谢谢 本方下面请勿告 所以我就是震发了被伤害秩序 也只是结尾两个人就好了 对不对 你跟我们一起在交锋 在他们不是杀戏的人对吗 关同学人 对 对 关同学人 不是 关同学心理当所 说杀戏的人 我们正在杀戏的人 因为他们到来的时候 关同学只要杀戏的人 你让我带来 因为他们现在除非 没有一个正当理由 如果他们上了高雄 官兵肯定不能找没他们对不对 但不是 你知道多少事情吗 那个 他们现在就是抢劫名语 他们去抢了个 你还没有抢他我杀 他们不杀高雄 是不是因为当时 当时不会 当时一个不正当的理由 所以他们一定要找个正当理由去 如果我们请 我们现在说的亲近测 就是肯定有一个正当理由去杀戏者 这是一个非杀戏 为了名不大意的一个取冬 都不为大呀 是 是 我刚才不是昨天 还一直找那么多坏事 我刚才请勿呢 还有在制作这个 这个草庭法 一个事情吗 刚不确定你今天 啊好像 杀手 这是过慕容约的事情 刚不确定我今天 真的拿一把刀 你去厕所家 等一下 我刚刚跟你说 跟你练分之群的时候 你说过 这个皇帝射念啊 他和司法建成 肯定要到场 对不对 这是多大的一个战功 这是北宋王朝 百十年来的梦想啊 所以他要肯定 你觉得呢 司法建成会带 两个人工马大的 武威在那里吗 皇帝尚都不会以为 这两个武威剩下皇帝的吗 这种徒手 预法 在司令里面 一定有很多的精卫质在里面 精卫质在里面 你知道吗 这种选择 这种选择 你知道吗 这种选择 选择 选择 丢同学在里面 没有过 但是实际上是成功 丢同学没有粒子 一直在什么这么方便的东西 丢同学从而接得有多少 就杀手上的历史成功 丢同学 阿玛玛也说有的人 是不是吃鞘还有 平 有人不杀 在外面 不要平 你不知道 我们抢年事件 我告诉你 他们周围的 全部抢年了一点 三到五年 时年 全部都是因为 他们抢年周围的两个事 你觉得他们良心被抢说 我 我 我現在都沒有想過了 你不要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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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都沒有想了 在目前對我先查了 我來到五年 我現在都沒有想過 我現在都沒有想過了 對不起 師傅 莫名了24個男人 我放棄了 小娘 你們都沒有想了 在目前對我先查了 我來到五年 我現在都沒有想過 謝謝 各位幫你也想了 謝謝 我現在在哪兒去家庄之後 四年都沒有想到去搶完過 所以你就解決了嗎 我只是不知道還可以殺到 不叫他就是唯一的可能 他可以跟方法合作 他可以很多很多可能性 但是你本來唯一的路所以不可 不是你本來只有唯一的道路 沒有 您說方法是四十周農民公知起義 但是方法中也有邪教 請問到底是邪教不破農民起義 還是四十周農民公知起義 請給我們原諒的證據 沒有證據的話 我們會讓你一句說八道 但同學是有能力十多個走都跟隨法 十多個走的能力都跟隨法 所以同學你要說 對這十多個走的人都是愚民 都是沒有事情找事情 但同學請問你 我們今天兩三八走瓜車一鎖 所以要是鳥出 poles 所以你要說一齊 雅 peel 一下子 兩足可以把他們殺掉的檢診 沒有 他們如果在還沒有被招壓之前 他們就殺掉高球 那個時候他們只是土匪殺掉的檢診 沒有證據道理可言 所以你要說你是為了一個民意 為了讓大家幸福你 但是你目的不是解決檢診 你是為了民意的時候 是來自盯教學最大的家族所在嗎 不,我们不能杀掉高球,只是为了把他放过去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道路,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道路才能杀掉四个奸臣,这样是真的有利的 各位问姐,你哪怕说他在挂你马上多好,不是我看到原度里面什么,原度里面什么,节奏找了大一颗强,新年还没有很多机会给他搞奸臣,可是他没有 所以我们怎么办才说,在新年底下,节奏找了新年底下,本身就不想要讲出奸臣底下,你应该如何逼迫一个本人来,就不要杀奸臣人去杀奸臣呢 对方没有,坚持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特别讨那种皇帝喜欢的人,特别讨皇帝喜欢的人,莫名其外面那个土匪杀掉的,你这是找打什么 对方先生,我想请问一下,你被套安,你进入方里面,你杀奸他,你拿到黄赛就会接受到女王 对方先生,你想要说实际陷害他们好了,请问呢,今天他们在于太贵丞相这个位置的时候,你要怎么陷害他们,对方先生论证 对方没有,我们杀他是因为我们协军功,这个军功是百年军功,没人得及,所以我们杀他也是,我们杀他也是情有可原,他手段不是这样,那是这样 对方没有,您刚才说共产党跟国军是合作的,但我要告诉你,共产党是被颠入国民新思经,国民革命第八路径 他们不是跟国民党合作,还是说您在古早历史,当然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面古早历史 对方学姐,这种中文情文就是宋朝的本性,对方学姐,愿没经过剥夺,最好还不是公使有这个罪名死掉 对方学姐,所以我发说,您反差结成的可能性是没有了,对方学姐,想请问你,接下来没有,是拿到这种食物,做这种违背良性的事情 对方学姐,你觉得这样是可以提倡吗?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是,共产党已经被编入了国民革命新思军和国民地八独立军,这命已经是一种被国民党招安的表现 而且我们现在应该支持的是,两山好汉被送到招安,这难道没有任何的联系吗? 而且对方刚刚还用共产党和我们两山好汉一些稍微巧略的一些主腿相类比,难道你们 当中我们中国人编冲有事情,难道这对方学姐,真的好吗? 我今天不是要说是编冲还是什么,重点上我们意念之间是有冲突的时候 为什么意念冲突的时候,我就不可以用合作的状态,他们同样是为了国家好 他们意念冲突却可以为国家好做一样的事情,共同考虑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仲潮跟两山好汉不能一起做? 这方面,你不要太着急,也别害怕,我们只是来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说,你有些问题我还是没有听得非常清楚 我就是想问你,如果说你周围这些东西全都抢完了之后,你要抢哪里呢? 这些东西我都在两山间有无限的可能性,还可以跟邦邦合作 还有一个导播,现在合作去哪里,这些东西都是一种合作的条件 这些东西都是一种合作的条件,现在我看到会怎么 我看到当初,从无数,从朝廷还有八十万进去 你知道我们就立刻剿冲到四两山,是不是两山有一个筹牌给给我们看呢? 请问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些东西的什么呢? 询问,学妹们为什么,我们不要剿冲面他们,要去我们找啊? 可是我现在看到的是,两山需要的是三十二百零包不略处,你跟两百万人同来为他们进行更做 来到有个方案,那他们合作,会不离开路,更给他们一个台湾的面积来保证他们的权利吗? 就是东西一直每年都要这样做梁的时候,他们都十五年是想,我现在跟东西玩,是个路段 那东西想请问,为什么建筹要上岸,可以共打,为什么不共打药草阿城? 那对方没有,十年前你要看,可是王王的时代只有六七百,现在有十万这样的水,你要能够解决 对方说没有十万,我觉得对方说还没有回答我,我的问题,为什么对方说刚刚我方问你还没回答? 你们方问他现在是什么问题啊? 因为今天其实我方不是想要问这其他,除了必定成功性,我方只想要告诉你,其实还有其他可能性,可是我没有去尝试 我方只想要告诉你,您方唯一把所有的东西取决于草丁,根本上本质上违背了这些市场,所以我方说特决定,哪怕他最后从什么,不是都以本质为定啊,所以不值得 那您应该把我可能性这么说明白一点吗?我从一遍至一遍的时候就开始乱了 就在那边今天进草丁的时候就是乱了粮食嘛,可是我们看到原住里面是什么? 今天收藏是个中文起伏的时代,我们觉得是武士们就被当兵,可是后面一直没有很多粮食可以组有的 所以你把粮食的问题是无法解决,就是在进草丁,再来我们看到今天为什么我们两三天跟草丁共不干衡呢? 他们不只是为了粮食的方便,他们未来是民主大义,他们去竞争两国,他们未来是国家的统一,去竞争了方便 那您这样还敢说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吗? 那你举输给你知道他没有进去提倡还可以解决段同学,他签是为了名利,段同学从家讲要上去要讲他是为了台湾名利 段同学为什么这个价值可以被提倡? 还有段同学请问你为什么捡曹廷不要攻打要招安? 段同学没有,国家大义不该被提倡吗? 段同学为什么捡曹廷不要攻打要招安,段同学回答我吗? 因为,我捡曹廷为什么要招安呢? 段同学是因为乔庭局的交换有价值啊,10万人交换曹廷他们不但打赢了梁国,还争了田谷,争了方便,还争了,亨庆了 段同学我要告诉你,是因为他五次打了梁朝老汉,都打不够了,他意识到他根本打不够梁朝老汉 段同学不许说,80万金金,可是有方便,有田谷,有王金在外签字的时候,段同学你不要乱乱乱去提出80万金金啊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因为梁山上有许多朝廷那些想象的人才,他们是人才集聚在梁山,朝廷决的把这些人才发挥到极致才是那些他们价值的事情 所以这时候招安才是一件真的有价值有益的事情 段同学是段同学,记得段同学圆寺没有收到吗? 圆柱里面有收到啊? 我看了什么,有段同学你一发眼犹豫了 这方面,原著里面就是有32位长相集团,而是头上的军队到他们 他们10万人,只有4万都是头上士兵,你应该如何觉得他们一起去反合朝廷冰冰本来是想想被逼上梁山,就为什么要投靠草庭 他们就知道,跟江湖好,为什么要投靠草庭 你们真的知道他们在上梁山的目的是什么吗?你们真的看过水谷吗? 我话不需要你要说是哪一个目的,你解释一下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到了梁山上将来有证义,能够被招牌,回去后能够赎罪 这样赎罪后,他们还能当大哥呢? 但是他们当大哥的目的是什么? 真理啊,我为民族答应 各种选择的目的是替天行商,产生建策的 因为你安三段同学约上都不能做,还是会要被招牌,而被招牌 那同学,请问了一段同学,各家说我方各家,他是违背文艺的 最后面,古代的时候,皇帝被称为什么? 皇帝 我告诉你,国家皇帝被称为天子 替天行道就是为了天子行道 我懂吗? 那不是,最需要的就是长子朝阮里面的坚程 所以我爱说,你只把费也取其,这种东西 学习歪花就足够了,反正却关注了,可以一起才出坚程 这是很容易,我方说不起的 清军策就可以出坚程啊,清军策就是为了替天行道 朝阴可以把同学的坚程出没,不是为了皇帝 可是,你有做到也没有办法做到,那有可能出发手下 有可能 他们比较有可能来说的,他们就是因为战略出错,没有清军策 但是一旦清军策,那就不是为了佛家答应吗? 这方面,我始终没有搞明白 你到底,你不知道到底要靠什么活下来 你是有什么资本可以活下来 你一个土匪,你围绕了这么一块地方 你出去就会被打 地方也不会是瘾伤,也不会做粮食 你知道你在干嘛? 谢谢! 谢谢! 双方变成! 比赛已经入了一个总监层次的阶段 申请缓发识别提供出版本台 明特总监识别为5分钟 提示标语,离开口白号开始提出来 有请! 谢谢! 谢谢主席,大家好! 我先向大家说清楚一点 今天为什么宋朝朝廷会向梁小汉发出造反 而不是继续攻打 是因为他打了5次,都没有办法打架 对方学,或许会每体验说 其实是因为你没有想这样,我舍不得他们 但是书里面完全没有交代到 对方学会说只是想这样,但是你没有认识到 为什么想一这样,朝廷就必然会中弄来 对方学没有跟证其中的关系 再来,更方法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既然宋朝是一个众文清拟的时代的时候 不说对方学认为再多的距离真的是可以打得过 对方学也没有认识到 反而我方告诉你,就是因为有方达,有田虎,有瓦记,甚至不安 外面有辽国有金国的时候 所以宋朝不可能冒冒来的派一军队才发十万进军 去攻打,去攻打 是因为他怕,在他攻打 害怕他全力去攻打 或许有别人来不行的时候 为什么对方学不看不真实这个问题 再来第二点 对方学,我方先表明我方的一场 今天我方并不一定要认证到 不接受扎,过后的路必然是能够活 而是要告诉大家 今天有很多种可能性 而且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值得 对方学今天这个过的可能性 最后的结局就是死掉 就是七十个好汉死,暂死于沙场 而结果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方才又说 我方只要提出很多种可能性就可以了 在今天对方学一直告诉我们说 今天我们不早 我们接受扎可以有很多种可能性啊 可是对方学这样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 为什么?我们会说 今天我会讨论你 应该是苹果还是 我会讨论说你 也不应该是苹果 那只是对你们个人 加持办法 那个讨论 再过去 我们针对过去实时来讨论的话 我们更应该看的是它的结果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巨原投降 或者那个国家 巨原投降 祖国会灭亡的时候 我们才能讨论 他到底投降 这样子的举动到底值不值得 对方学讨论的方式可以 可是没有意义 我方学讨论的方式想要让大家去看清 到底这种行为 值不值得他们做的时候 这才是反思皆无 辩论挑战应该讨论的方式 再来第三 就让学整个架构 其实吴贝就告诉我们说 最基本就是现实讨论 就是粮食方面 让学首先第一 今天无用是在过后 在粮食 他已经继续过 他说出 今天我们说 我们打得出家装 打得齿装 变得三五年粮食的时候 我方明 虽然我方明 我现在有交代 为什么他装上可以这样多 但是实讨论的确是这样 所以对东学想要串开这个远柱 好 对东学再来看看 对东学或许会当时 你能够怎么办 各位首先第一 今天凉杀 凉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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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凉杀上面有很多 有很多那些 比如说自动心无用等等 对东学我方没有办法 像你认证的时候 他必然能够 找到那种事 但是为什么在有可能 有可能 别的方式的时候 对东学必然要选择你那种方式呢 再来今天我方可以 也提供你几个处处好了 今天我们可能说 我们打出去 对东学你要知道 今天不可能拍80万进去 来抵御的时候 为什么凉杀 他不可以考虑打出去 再来我们也可以像朝廷啪啪 因为今天我们是有资本 像朝廷啪啪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采取这种方式 让我们可以 远离朝廷 朝廷那位置 我们搬去别的地方 别的能够公众的地方 让我们凉杀 都一延续 对东学也不看这一点 所以各位 今天对东学一直只有 我们有个人 对东学整个架构 在前提的时候也设立说 我们今天不接受到 只有三种可能 一种是割剧者的招板 一种是招板 对东学是把武方的立场 匡敌在这三个选择 可是武方告诉大家 我们可以跟 我们可以跟宋朝合作去看来 对东学对说 好像 对东学认证到 什么燕于十六座 对中年来说很重要 但是对东学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 从体制外跟北宋合作 对东学武方知道 可能 我们也可以进到朝廷内 也可以打凉国 我们在体制外也可以打凉国的时候 对东学没有认证到 为什么我们必然要选择 他方的选择 今天我方想要告诉大家 当我们去讨论值不值的时候 我方会告诉大家说 我们在知道结果的情况底下 我们知道 最后 梁朝合会死 有七十个行人会死 这家人 二十多个 二十多个 都是做小班 陆陆无微的过着生活的时候 我方想要告诉大家说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条路 对东学武方会说 对我们解决了一点点外话 我们处理 我们看多一两次聊过 但是各位 今天他们一进 中医之士 一进到朝廷 就被派去送死 就被派去打仗 对你或许会做出一点点风险 但是是什么 今天到底有多少中医 今天到底有多少中医 之士可以被牺牲 今天到底有多少中医 之士可以不断的进来 当你没有了 这些中医之士 结果 故意是怎样的东西 也不敢正视 今天我方想要跟你讲一下 今天你把人 不断被派去打的时候 肩股 内部不够强大 坚强不断打的时候 肩股 不断打的时候 肩股要怎么看 这个内部没有办法解决 只是不断的解决外部 更何况 这些方拉 肩股王心肾有问题的存在 到底是因为 难道是他们 无缘无故吗 不 是因为肩肩打到 导致到他们明不了身的时候 才导致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不应该 只是打方拉这些 我们应该制本 而不只是制本 所以我方只告诉大家 今天来办 不应该接受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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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谢谢主席 大家好 今天这方面有告诉我们 他说 国民党和共产党 是两个共同抗日 但是他们并没有被互相招安 但是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共产党后来是被改名为 国民革命新四军 和国民第八独立军党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已经是被国民党招安了 所以我们水谷传里面的梁山豪 当然可以被朝铃招安 这些是并不矛盾的 这况并不能我们中国历史 还在门面前外出炫耀 我们觉得他们是非常同时的 然后 然后接下来我想说的是 从王伦到朝外 再到宋江 他们是因为 然后人渐渐的变多 增加到十万人 水谷梁身上没有分地 对方就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要割据一方的势力 能保持三到五年 在这里还能有粮食吃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如果这 梁山上十万人要有粮食吃 就需要三十二万平方公里 和两百万人扣来养活 就是相当于一个台湾的面积 都没有告诉我如何 在宋朝的眼前自己下 在他自己的国族上 开启出来一个台湾给他们看 宋朝的禁军 难道还会看着你 在他们的国族上 开启一个台湾吗 他们当然是要自己去追 把你围巷住 你们原来抢他们的地也就算了 现在直接割据一块地 说这块地上我是最大的 大家可以听我的 你觉得这可不可笑 然后接下来我们说 百姓 现在是 根本就是 对方告诉我们 方大割据一方 百姓民不聊生 但是其实对方没有任何政治上 我们论证 百姓民不聊生 也有可能是高大 想要协获这些百姓 对这些百姓精神统治的 对方没有向我们论证 然后其次我们看到的是 其次我们看到的是 对方一会告诉我们 说他们要割据 一会说他们要打出去 这不一会 割据一会造反 对方到底是想怎样 对方也没有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看到 造反他们一是在于 宋江和他们家 这些有同路的人 他们都是 所以我们今天就看到 造反其实根本行不通的 小的时候我读水虎传 我们看到的是 梁山好看的兄弟情义 因此一起看 是路见普遍的拔刀相助 随着我慢慢长大 再读水虎传 我读出来的是一些 更加沉重的东西 比如生存 我们在看很多 武装武侠电视剧的时候 发现里面的大虾 其实是很潇洒的 吃饭喝酒 虎威疾困 没错的胡咒一下 好像他们的钱 容易也花不完一样 也许那些梁山好汉们 在上梁山之前也是这样 比如宋江 就因为乐山好师 出手大方 得到了江湖上 其诗语的座号 但宋江 但当宋江成为这 梁山十万人众的头领 成为了108号好汉的大哥 我相信宋江 每天晚上也是睡不好觉的 因为这十万跟随他的弟兄 每天早上眼睛一睁 钱就像水一样 花花的流走 这十万弟兄 就是十万张要吃饭的嘴 吃河拉撒水 行动坐卧走 哪个都需要花钱 当一朵云天的英雄气概 撞上了每日琐碎的柴蜜油盐 当时老饭 成为梁山照不开的头等大师 昔日康慨的宋三郎 也难免一心气转吧 梁山好汉接受赵安 一方面当然是因为 宋江入世为官的人生情节 更重要的 他自己也说 是给梁山上的兄弟们某一个出路 是的 作为梁山好汉的当家人宋江 作为最了解梁山其传身存状况的宋江 他不怕比任何人都明白 出兵造造反就是找死 割据梁山就是等死 赵安是他们唯一的神怒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水浒传第二招 从太尉部走压魔 讲到国家坚定当道 故而108魔星降世 而梁山108好汉 正对于这108魔星 魔星降世 扰乱生灵 故而从曾头世到祝家庄 总高唐州到工厂府 梁山集团所到之处 杀烧强掠 人民深受其苦 故而我们说 梁山好汉的身上都是带有原罪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 接手赵安才是移行归位 这些好汉通过针讨辽国 搜索燕云十六州 立下股市其功 是在赎毁他们之前犯下的原罪 是在让他们找回真正的自己 当梁家庄的后人 轻蔑受扬至 踏上燕云十六州的土地 我相信他们感觉到 祖国营业 由唐州的身上血液的热度 就让我们梁山好汉们 在凯学的庆功宴上 玩是他们人生最壮烈的一击吧 无论成败 他们都将被定格为 我们天上最闪耀的星宿 在北斗的指引下 会引人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记彻小鲜 好的 就由老师先开始吧 其实今天对我来讲 这场给停歇是可以很简单的 其实场上的交锋是 它还蛮容易的啦 就是直线的交锋也很精彩啊 尤其是场上有很多的表演 那么先讲一下 其实你们今天开出来的立场 我觉得是非常明确的 比如说正方主要主打是生存 方方主打是价值 那么如果看我的印象到 其实也是从这两大 你们两大开出来的东西 我看的是谁攻击上 以及防守上面 谁取的表格 先说正方开出来的生存 这个生存开出来 其实好像正方方方方 三遍所讲的 其实正方确实是如此 一开始开展出来 就锁定了你们三 哈则两三的 哈则两三的 哈则三的可能性 那其实就看 在过程之中 你们有没有可能打出 你们一开始主便 这样说二面 开始这样的 能不能够打出那个可能性 其实在你的博物之中 我就听他讲说 诶等下我们会解释那个可能性 那我其实是以为 其实有一套 真的是那个可能性出来了 然后听听一下 诶好像没有了 到最后真的是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 这边真的是有点好奇 其实到前面说没有 然后我要指出了一点 我不知道你们在场上的时候 是否反正会觉得 你们其实说了 还是你们觉得 其实交代有可能性 就足以推翻 对他们的立场 应该会上的那个说法 对我而言 如果你要推翻的话 你必须要交代一个 比较为零圈 因为在间中 你可能会讲到一些很奇怪 比如说 跟朝廷合作 跟辽国合作 等等 但是就是停留在那一边 我觉得今天你们 不要可惜的东西 是你们反驳 很多是很表面 而且是一层的 不止在这一层面 等一下我给你们讲 你们其他的公团方面 也是有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在这个生存上面的话 我觉得 对方是很有交代 很清楚的 OK 就是这三样东西 第一个 为什么不能造导的 为什么一定要造 这一边 我觉得到最后 他是从中说不到的 那么在生存上面 有一个课题 是大家争很久 是对于那个粮草 那个粮食 那个粮食 那个粮食的问题 那个其实是 厂商 我觉得争了很久 但是其实没有太多的推进 我觉得 OK 为什么没有太多推进 我觉得也是防防 那边的 因为防防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指出了 是可以的 因为打个加装 就可以 顶个三到五年 对不对 但是这个东西开始进 所以我觉得很好啊 原来你们有这一方面的 可是当对方攻击你们的时候 你们就停留在那边 到最后的时候 人们竟然用了那个招式 就是 书上是这样的行 我不懂做家事 为什么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开始用第一次还可以 可是到最后的时候 就觉得很难听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对方正反正 继续的去 给你回应的时候 比如讲说 他其实 十万四万是一个几样的概念 三万六千五百 蛋白的概念是什么 然后需要的一个 台湾大面子等等 这一些我觉得 如果你没有回应的话 对方正反正就是很异的 准备扭进行 明白吗 要不然你只听到那边 我不知道 对我来讲就是 因为我已经不懂 要怎样处理了 所以我就这样去回答你 这样可以做者处理吧 可是这时候正反又很 又很极致的又回答了 我们印象没有错的话 他就打 里面那个水谷座里面 也是没有讲错 不过不懂什么 有没有招牌这样子的东西 是不是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对我来讲 他觉得在法国里面 桌子里面没有写的东西 不代表不存在等等 那对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 当然这个是一个 你明白吗 就是出座 这样子就是人写出来 那么现实之中 哪一个地方 为什么他写在那边缺量 或不缺量 我觉得这个是留 是留着一个空间 给你去询释 但是如果你就没有去询释 然后退给桌子的话 我觉得这边就有论证 确实的问题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东西 那么第二个东西 就是你们有看到 觉得建成这一部分有看到很多 所以接着我判给谁来 其实两边都没有判 OK 因为到建成对我来讲 你们藏上自己的缺 是什么办法 到时候上不上的时候呢 其实我真的是不知道 真的听到 我会不会 就是能够上很大 因为你上手下去 其实也是很难 对不对 对方案来讲的话 这个方案好像很可取吧 可是因为问题是 现实之中也没有发生 I mean 那个 之中也没有发生 而你们厂上的交通 也是取决 就是你说你有你 他说他有你 然后就打平了 在这里 所以这方也没得分 法班也没得分 这是我的判决 那么谈到了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是我觉得就是 为什么起义 OK 因为这个东西是法班 提出来的那个价值 所以我讲我开始 没有人接受了 所以他是中意 这一块 可是到最后 比较后期 我觉得比较后期 正反反驳 才是稍微有效 是从哪里开始呢 就是从 应该是从 自由变那边吧 说到土肥 他们身为一个 土肥的那个尊严 还是什么 类似从那个部分 应该从那边开始 那我就觉得 其实你们是对 那个良善 和他们的 本来的那个价值 其实是你们的 看法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对方 我不懂你们前面是 没有发现到什么 但是反反其实 告诉你们讲说 无论他做什么决定都好 他违背了 就算死了 但他不能够违背 他本身的那个价值 但是这个价值 你们前面的时候 没有摆太大的诠释 而到后来的时候 没有感觉到的时候 全场留下的印象 就是良善 他们其实 都是土肥吧 都是带罪在一身吧 这是反反到最后 都没有处理到的那样东西 所以在这里 我就觉得反反的东西 是有效被对方推翻 明白 明白 所以为什么我的印象 看得比较简单 就是这个样子 就在这里 那么当然你们还有提到的 看一下简单 就是有些东西反正是没有什么回应 所以是很简单的回应的 除了我刚才我讲的 深处那一方面 还有两朝那一方面以外 还有就是对辽国的 这个 是这样 共打辽国这一方面的回应 也是比较 也是很薄弱 因此你们回应的方式 就是讲说 其实他本地不是要打这个东西的 其实他是走运 我觉得这个不是正面的回应 打辽国的回应 所以对于我来讲 就让他们缺失 当然我不会因此而盘给他方议 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一场 你们的反驳会属于 比较单调的表面 就点到但是就是点到为止 这人就比较可惜 但这场我要看就是这么简单 谢谢大家 按照年轻不是吗 对 我认了 我会有默契 是不是 我觉得 我觉得 基本上这个比赛还蛮低盘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 大部分的脚龙都给正方给收住 对 然后我觉得 好比有一些关键性的讲法 我觉得 还有赞同贝利所讲的就是 如果反方 你打不应该接受招案 那我觉得 在你讨论的过程里面 你应该会有想到正方一边 比问题 那不招案可以做什么 对不对 我觉得 那你当然会去设想一下 那你应该要给什么答案出来 还有很多 我觉得 编手的有一个坏习惯是什么 就是 我觉得还有其他 还有很多其他 我觉得第一个 当你讲 我觉得还有其他的时候 那很多 你真的是讲得出吗 我觉得 108条套案 老大这样聪明 都想不到还有其他方案 那你今天你的立场 你是告诉大家 还有很多其他方案 那我觉得你是基本上 就准备要搭石头 然后大家砸自己的大小 因为其他方案 为什么更可惜 我觉得你要讲的就是 当然方案不多 但是没有 对吧 那有是什么 就是选择性合作 我觉得你要讲清楚 你的立场是什么 你不好一开始 就给大家说 印象就是 我就打算想 胡了你 就是还有很多啊 总之 就还有很多咯 那个总之还有很多 是需要去论真的 我觉得你要 你要打平仗 第一个关键 你就是要筛选一个 看起来走插边球 但是比较有效率的做法 我觉得那个部分 是没有很有效率的 OK 第二个部分就是 在讨论这个比赛的时候 你讨论资源 正方就跟你讲 他需要多少资源 然后你们就跟他讲 随后转元 还有三到五年 对 我觉得在往下攻击的时候 其实正方没有先打赢一个前提 为什么讨论粮食这么重要 因为粮食的功能是什么 除了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需要吃饭之一 你在守在粮山的时候 粮草要先行啊 你懂吗 粮山这个地 你们基本上把它描述成 就不适合跟踪吧 它基本上 其实它应该会是一个 一守难攻的地方 所以为什么说 它待在那边 它只有等死 因为它冲不出去 你懂吗 才能够完整你们整套的讲法 粮草的功能 这个是应该一开始要打下去 你懂吗 然后你再往下去举出 它其实真的很不够 然后它有没有办法跟人家借粮 你懂吗 所有像 好像有的对方所讲 它可以跟芳辣合作 但是 它可以跟芳辣合作 但是芳辣会不会像现实考量 因为大家粮草超多吗 你懂吗 所有起义的当然是被逼的 被逼的情况下 当然不能够包容政大 那我跟你说 自从大喝到 但是我也要考量 我兄弟也要示范 对吗 所有的合作形式本身 是非常有限 但是我是给正方的建议 你要往下踩 你应该往下踩 那个部分 所有的合作形式 基本上是被超级局限制 OK 如果 方向同学所提的 就是价值比较重要 就是要大义比较重要 我觉得那个部分是 方向同学自己没有去认证 为什么正方所提的 招安之后 所进行的攻打 辽国之类的 那一些 为什么不称之为 他们最想要的大义 你都问一下什么 那可能是附加价值 你知道吗 那超有意义 但是可能是附加价值 如果要 如果要用附加价值去点当 原本他们要做初衷本身 那可能是不太划算 我觉得相关的 交锋是没有进行交锋到 我觉得没有进行交锋到 其中一大部分是 我觉得方向同学真的是 在这个题目上 对于资料内容上 真的是吃亏了 那我觉得吃亏 那个部分 并不代表完全出啊 我觉得你还有很多 我觉得你今天 就是在印象表上 拿不到的关键 其实是 你们对于 正方的攻击 跟对方可能 我不懂是临时的反应 还是原本就设计好 在特定人的特定出现 反应出来 我觉得在反应方面是什么 特别是 你们 正方同学就有提出 可能就是一些 超屌的答案 比如 那我就照案 照案有过 我就有机会 在宴会上面看到四大竞争 然后找机会是 四大竞争 你知道吗 我要表达的是 如果反方同学 你经验再多一点点 那你只要可能点出 那是假招案 你懂吗 如果 如果你是形式上 好像招案 其实内心就等待 那个机会 那基本上 你是假招案 那假招案 基本上就是离题 就把整个部分 给切掉了 你懂我讲什么 你是告诉我 他应该假招案 你没有告诉我 他应该招案 招案的概念是什么 你不要告诉我 招案的概念就是假假 你懂我 我觉得那个部分 应该完全去切掉 那时候你就可以讲 其实他们 骨子里 都是不接受招案 只是想看 怎样去蒙骗过去 包括到后期 打自己的绑 都是蒙骗的结果 我觉得那个部分 你没有去 想看怎样去 兜出那个选择 你就在里面 打死 不会打死 你知道吗 你懂吗 所以我觉得 不应该切掉 不应该切掉 当然 然后我觉得 在任何部分 我觉得 特别可能要提醒一下 正方正儿同学 我觉得你是一个 很有机制的同学 然后可能是 你是第一次打比赛 然后我觉得 你非常投入 在那个比赛里面 但是我觉得 你也要习惯 你打任何比赛 对手 肯定不会在你里面说话 所以我觉得 你的行为上 你是激动一点 但是我觉得 你的机制是对的 所以在比赛上 我当然会 在你的咨询得点分 我会给的比较高 但同样 你的分数分 会扣得比较高 所以 公平嘛 对不对 所以说综合上 你的分数会不上不下 但是从过程当中 你有你可取的地方 也有你需要改进的地方 对 那整场下 我觉得 它是算蛮精彩的部分 也可以 你可以去学一下这方同学的一些部分的机制 跟在内容方面 不完整的部分 也可能想看 只要用 有没有比较擅长的逻辑 还是 一些想法上 去把一些合理切割的部分 给切割掉 好 就这样 谢谢 有个方法 我就给敬意好了 我觉得实现当中反方 最大的问题是 你提出一个很高的价值 告诉我们 我们就是不要违背内心的正义 譬如说 我们一定要走清真路线 什么路线 问题来了 为什么对你而言 你的价值是高的 什么什么 这是你给我解释 就是说是我要 舍身而取义 为什么在讲座的人觉得 舍身而取义很重要 对这108套而言 非常非常重要的 您需要跟我解释这一点 所以变得到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抢身权的问题而已 那么抢的过程当中 正方会满几成的回忆 包括它的推论关系 包括人数不断再增加 地理位置等等 包括土地不足的问题 要不要喝花瓶的时候 会让我们感觉 是生存的确很重要 可是你的价值 为什么能更重要 你没有解释 你这不论很多次 它不应该这样子啊 为什么在这关键时刻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舍身 跟我当初的执念 跟我当初的那个理念 是从回费的时候 我宁可选合了 放弃的生命 你没解释 可是后来的时候 正方谷的一个叫做 就是那个去征量 我是跟大阿姨 你的一个价值 不过这价值 像装并价的时候 双方有双方价值 可是因为没有 比较出来是 你的价值大于我的时候 我就会把核 就回到生存的部分的时候 可以抢到这生存圈 我觉得今天百方最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 你们去意识到 到底你的价值 为什么临下于对方 第一点我觉得是 反方今天当初 面对一个最大的问题 第二接着 我觉得这是态度的问题 答案比较态度 我想跟反方 表达一样的东西是 是不是因为长期的 马来西亚当民主党 怎么样 大家觉得是 不听对手讲话 是一个 认为可以拿分的方法 当你对了问题后 对手才开始 开始说一两个字的时候 哦 我方明白了 可是对手没有完全解释 他东西啊 你就觉得我方明白了 然后开始急着 问自己这样的问题 那么我想表达的是 秩序达标目的是什么 就是我希望从对手口中 得到我的答案 然后同时他下我的陷阱 所以变成是 你不用担心 你慢慢让他讲 你是希望是 他答的过程当中 是越多的逻辑上的疏楼 或是越好拆 可是在过程当中 我让我觉得是 反方是很急着 就是不让对手想发 可以把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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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起来 那些东西 然后呢 你希望得到对手的 口中的答案 得不到 你得不到任何的答案 反而对手有 对手有说是 反而对手有 这个太多地下手 很明显是 哦 你不知道他打 我就当初他分数 你再拉到咯 你就会出去拉到咯 好,那我回答问题了 回答问题也很奇怪 回答问题我觉得 很多马来西亚的 变索有这样的问题是 我们正面回答 我打模糊杖 去表示 我就是得点 诚恳一点 我不懂 我当然说不懂 我不知道 我当然说不知道 你没告诉我吗 对方都不确 我后来过后 我再去猜 而不是打模糊杖 似乎透过打模糊杖 过程当中 好像可以得到分数 或是那个 然后就这么一个炸弹 炸掉了 好了 我们一起抱着 一起死亡的态度 我觉得这种态度 在打询询答案的过程当中 它并没有任何 让你得到任何一分 没有让你得到任何加分 反而在态度上 跟形态上是减分的 因为你打别的答案 你记得不到点 你问了问题 也没有得到任何一点 然后误会了询询答案 在过程当中 你得到什么 什么也得不到 你明白我意思吗 就好像今天当中 我今天当中 质询答案 你把这一次一个法律上的法官 你希望透过正人答案当中 得到有利的点吧 你不能看他 倒过 就讲这东西了 这样的时候 凭法官的判决 判到这个法官 所问的平时有得点吗 没有 你应该要讲 你应该要讲 这就是我觉得 质询答案最核心的东西 在这一边 反正有些时候 我们却没有去思考 为什么我从这问题当中 讲过了什么答案 这我觉得今天当中 为什么让我觉得反方 在质询攻防过程当中的时候 会让评诊觉得 为什么老师不听别人讲的问题 而证 所以变成正方就算好啊 我那样会一两个 跟回答一两个的问题当中 你们会去延续 跳下一个 我觉得是这种 给正方的建议 而给正方的记忆 就是像刚刚任天老师 所说的一样是 我觉得正方一边 你是很清楚 要拿什么东西的 可是问题是 你在盛提问过程当中 你就往下延续 很很想 譬如说 刚刚只有在梦放过程当中 可能你想把该都打出了 而二边 你可以回去 维持你的喜感 这倒是好的 维持喜感的原因是因为 不是每个变手具备有喜感 同时达到别的功能 我相信天里 在军中非常了解我们的说法 因为一旦幽默了变手 现在变手 你真的不多得了 但是你要思考 什么风度的问题 跟你的整个 人的守舍问题而已 你要去思考的东西 它是怎么把握了你的喜感 在 对 这是 因为你这个配套上 有喜感的人啊 对啊 但是因为你的喜感没有一十分 不会 而且你是女生 女生当时你这么喜感的话 有时候我觉得稍微粗暂一点 觉得有没有好玩呢 你知道吗 男生我快点身上觉得还是很可怕 但是女生 你这样子的配套 就是那几分钟里面 你不要 如果你整个表现的时间差不多六分钟嘛 你不要选六分钟是那个模样的话 所谓喜感跟新度爱乐都可以很直接的 就是在同分钟 外面的角色不一样 对 是 帮走一线之长 对 而且还有 因为你是一个 很新的变手 没有记录的技巧的 呃 技巧的包装之下 你这种本能打的比赛 用你的个性打来都就很好了 对 只是我觉得 这一些技术上的调整而已 保留你 你给人的风格 那是因为 你的喜感 对上一种可爱的 我给你 懂吗 总是很难得的 而三遍 我懂得 而三遍的温温如雅的态度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这东西我觉得 一面 你在攻发很清楚的 你发现 你在攻发过程当中的时候 他该让你打 让你打 可是当你 当你切它的时候 还是不好 可是他回答的东西很清楚的 两个字 对啊 对方是斜教啊 然后就愣在那一边 你就算愣在那一边的 可是很清楚的 他让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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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很诚恳的 好多比赛 太多了 这是差别的 而几队我上的经纪人士 做一个几队的时候 你后面的呼唇太多 你后面的主体太多了 后面呼唇对接当中的 这种比赛的道理 是向我们去思考 对啊 所以这是我给你 震放跟双方 来解决一下 这些问题 然后 我给你补衷一下 因为 我这样补衷一下 其实我觉得在 刚才的并路环节里面 有几个部分 其实是双方 不会错意的 然后我觉得也有一些 可能建立一些 双方同学 我觉得反方同学在 比赛阶段所提出 那个 共产党跟国民党 也曾经为了 日本 合作的一个 我觉得反方所要表达的意思 只是 大家阵线不一样 但是 有更大的敌人 还是有合作 可能性 反方的意思绝对不是说 哪一个打被神图 我要表达的是 这个是反方的意思 就是 我觉得你们在那个部分 在处理这个情况底下的时候 有点抓错点 我觉得 我觉得哪怕你是 可能想要 尝试告诉大家 我觉得你可能是 有心还是无心 那就可能说 那你了解这个部分吗 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 我觉得如果大陆变中 是用 那一种方法 就是说 那你了解不了解 其实 那个部分 我觉得 如果同样 那个情况是出现 如果你今天打马来西亚 是这题 那如果另外一方 马来西亚 对我就跟你说 了解马来西亚 你懂的 我觉得怪怪 那双方不了解 是情有可原 不得一部分 我觉得那双方都有责任 去让大家去了解一下 为什么那个类比不对 或者那个不遇不对 但是我觉得 我要表达的是 对我个人而言 OK 所有的不同的集团 在共同的利益底下 都不排除合作可能性 特别是在政治立场上的不一样 我觉得梁三 基本上也跟 当时的朝廷 基本上政治立场不一样 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总会有共同点 所以我觉得 那个类比本身是没问题 你懂吗 我要表达就是 如果开始你要阐述 它其实有不一样的话 那我觉得那个方法 不应该是 你都不懂我 我们要提供 就如果你打奥利 然后如果马来西亚 对不对 你懂马来西亚吗 那我觉得也不太对 你懂吗 我表达的是 你要教育它 哪一个部分是你 你所知道 或者想传达一些 你知道他不知道的事情的话 那你直接就跟你来讲 我觉得双方也是一样 马来西亚部也是一样 那你自己拿着政治性命 那你懂我国政府吗 那你不太对啊 你懂我讲话 我觉得不懂是双方 可以被接受的部分 我觉得还有一个情况是 可能它涉及的是 你的技巧面 你懂吗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觉得双方同学 经常会双方同学 那你 那你有读水谷吗 我觉得那个部分 我觉得它可能 不是太过问题 我觉得它是技巧问题 你找不到其他技巧 去代替 你要表达 你有没有读过水谷的 这个部分 那你有读过这个部分吗 那你懂这个部分 在讲什么吗 你懂吗 跟你所散发出来 那你读过水谷吗 我觉得 双方同学 基本上它就很进去啊 但它被问到 我问贴的时候 对啊 那同样的题目 如果有打阿里加 那你懂吗 爱西亚吗 你懂我讲什么吗 我觉得 它是技巧面的问题 它不会是太过问题 我觉得 我们双方 可能都没有这方面的态度 对吗 就被吓一下 那就说 你懂吗 我觉得 他把技巧就这样子 它技巧没有问题 或者 你比如 双方学对于学乎 了解 你们用读我的了解吗 他们应该懂得 对 了解 读不然没关系 我们就一解释好了 那就好 我可以 我觉得如果我本方同学 就跟你讲 你理解全部吗 对 那也超乎不爱吧 好 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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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公布本场赛事的比赛节目 首先 重复第一轮印象票 正方三票 本方零票 第二轮决选票 成绩如下 第一档投票 正方 第二档投票 正方 第三档投票 正方 所以 六轮决选票 正方三票 本方第一票 第三个分数票 成绩入下 第一张评分单 正方得分 328分 反方得分 310分 正方得一票 第二张评分单 正方得分 325分 反方得分 292分 正方 本一票 第三张评分单 正方得分 314分 本方得分 317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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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轮决选票 正方两票 本方一票 总结成绩 正方以8票比1票胜出 恭喜正方 谢谢 哦 本场最佳变成为 正方三变 周梓辉 合票数为 2票比1票 在此提醒 本大会将会与 下午28 在报道出 对了一票前面 公布嘉宾 嘉宾主 近几十六桥的队伍 请大家允许出席 恭喜胜出的队伍 与最佳变成 也希望 今天够败的队伍 能再接载力 本场比赛 都是正式高一高的 谢谢大家 主持人